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和调整,带动交通和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 各行各业不同消费层次的汽车需求持续高速增长。 在全球汽车贸易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 英国TRI公司联合惠州太平货柜邮线公司, 专业推出汽车多市联运项目。 集中箱内使用可移动式车辆运载车架系统,简称运车架。 运车架已经成功在全球的海陆物流运输中使用超过四年。 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澳大利亚、俄罗斯、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泰国、智利。 中国等世界各地均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运车架已获得法国船集社、德国劳埃德船集社以及中国船集社的许可认证, 也分别通过了美国和俄罗斯铁路协会的测试许可。 运车架是最好的可移动车架运输系统。 是由四个立柱、一个前轮架、一个后轮架组成。 可以在超高集装箱内高效率地装载多辆汽车。 一套运车架在二十英尺超高集装箱内可装载两辆汽车。 两套运车架在四十英尺超高集装箱内可装载四辆汽车。 装载一辆汽车需要四根立柱和两个轮架。 在立柱之间安装固定好轮架。 第一辆汽车驶入。 车辆被提升并固定。 移除操作工具。 第二辆车驶入并使用运车架轮胎固定器把车固定在地板上。 重复第一二辆车的装载方式。 装载第三四辆车。 最后,四辆车均被装进集装箱内。 此过程总费时约五十五分钟。 集装箱运输比滚装运输更快捷、更安全。 能更频繁航运和减少损坏。 运车架使用于世界各地汽车运输, 以取得主要汽车制造商的信任。 运车架制作材料为强度高的高耐厚钢。 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加工性能、服装性以及抗大气腐蚀性能。 可确保运车架七至十年的循环使用。 在箱形式系统里,运车架具有许多优点。 可以有效装载多辆小型车辆。 体积小、重量轻、易拆卸。 使用寿命长。 运车架出货、回收的方式有三种。 木箱装货、集装箱装货和拖车装货。 其中,木箱和集装箱主要为出口运输方式。 拖车装货为国内运输方式。 木箱可装六套以下运车架。 一个20英尺普通集装箱可装运20套运车架。 一个40英尺集装箱可装运60套运车架。 国内拖车可运输更多运车架。 TRI公司为运车架专利所有者。 是全球设计生产运车架系统的技术先驱。 引领汽车多市连运发展。 负责非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业务。 惠州太平货柜邮线公司是运车架独家生产者。 负责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业务。 惠州太平货柜邮线公司。 是由盛氏集团和三菱商社共同投资的生产集装箱及其配套钢制品的合资公司。 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虚镇东风村。 近邻中国集装箱大港深圳盐田港和蛇口港。 交通十分便利。 公司注资4000万美元。 员工1000多人。 总占地约37万平方米。 拥有国际标准集装箱及其配套钢制品的专业化制造生产线。 严格遵循ISO9001和ISO14001标准,建立了完善的培训体系。 不但内部进行严格的培训,而且经常邀请专家来企业进行培训。 如今,公司拥有大批技术精湛的资深技术人才与经验丰富的管理生产团队。 真诚地为广大客户提供先进的生产工艺、优良的生产品质以及完美的售后服务。 瞻望未来。 惠州太平货柜有限公司,必将携手英国TRI公司,以充满激情与活力的信心,以更加开阔与博大胸怀,并成诚信不实、高效创新、和谐永续的理念,再创辉煌明天。